拓普集团12月3日收跌8.86%或与特斯拉召回Model Y有关 12月3日 拓普集团股价在14点后出现大幅跳水 总涨幅1.43%直线下跌 最大跌幅一度达10.01% 截至当日收盘 拓普集团股价爆57.2元股 涨幅为8.86% 据悉 此次拓普集团股价出现跳水 或与同日特斯拉召回超2万辆国产Model Y有关 12月3日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发布消息称 日前 特斯拉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的要求 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 据悉 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供应商制造原因 前后转向节强度可能存在不符合设计要求的情况 特斯拉有限公司表示 此次国产Model Y召回 可能与供应商拓普集团有关 2016年8月 拓普集团对外发布公告称 公司收到美国特斯拉签发的供应商定点书 被认可向特斯拉提供产品 正式成为特斯拉的供应商 对于此次国产Model Y召回造成的损失将由谁来买单 以及双方的后续合作是否会受此影响等疑问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第一时间致电拓普集团和特斯拉中国方面 特斯拉中国相关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 针对召回范围内的用户 公司会逐一联系 但关于召回费用等相关情况 则需以特斯拉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告知为准 拓普集团方面则未给予回应 接近